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听众 欢迎继续来到第二集的出局 我就是主持人善重佳 首先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出局 两位嘉宾就是 第一我已经没有做立法会 已经出了局 第二我觉得这个节目 更加不需要在立法会的框框去思考 还有我觉得我们应该要 think out of the box 就是不要在黑箱里面思考 那就应该更加创意 跳出框框的 所以名字叫出局 好多谢今天有两位嘉宾来到我这个节目 首先我介绍一下 在我右边就是 香港文学馆昌热小组的召集人 董启昌先生 还有他的成员 鄧小华小姐 我不想兜湾活角 那书展很成功 那你们也踏齐人马 书展搞个轮壇 亦都是在书展的轮壇上面 就正式式倡议 香港有个文学馆 搞文学馆 不要紧 为什么一定要在西九 第一个是时机的问题 现在我们看到西九一个 规划紧张美发展 是一个文化艺术区 那我们看到文化艺术区 其实都有一些不足的 就是我们传统讲艺术 多大范畴 有表演艺术 有视角艺术 有各种音乐 其实文学都是一个很大的范畴 如果我们觉得文化艺术区 是代表香港的文化艺术 或者汇聚了香港的文化艺术 的话 那没有了文学 其实是一个 没有了很重要的一份 其次就是 其实什么时候提出文学馆 和社会的文化发展 有一个时机的契合 如果是20年前提出的 那当然没有西九这个概念 可能就在其他地方 因应当时的社会的文化情况 但如果我们现在 觉得有这个需要的时候 那自必然和西九整个文化艺术的 推进推广 是有一个这样的关系 还有其实西九这个概念本身 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香港本来已经有很多表演场地 有很多展览馆 为什么需要有西九呢 西九这个概念提出来 本身就是 看到我们的展览场地 和表演场地 其实在运作上 已经出现了一些 叫做僵化的情况 希望引入西九一个 新的发展计划 然后就去令到香港的 文娱艺术各样的发展 有一个新的气象 那其实呢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想到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有西九 就是因为有些东西 在现行的架构 和现行的土地规划里面 是很困难的 但如果有一个地方 叫做西九 会比较容易做到 而文学馆 我理解其实都是因为 这样的原因 就是其实大家知道 我们香港的文学 基本上可能是 托管在图书馆里面 但是托管之外 它的托管是很低调的 譬如我们很难拿 我们拿不到 譬如我们拿不到 那个文学书的数字 就是借 我们图书馆今年 借出几十万次 几百万次 但是我们很难拿到 文学书的数字 因为图书馆 它是经常照顾 一个公众的阅读要求 照他拿就很难的 照他拿不难的 不是的 很难的 然后他没有办法拿到 他不会很特别的 真的将文学作为一个 他觉得很需要推广的方法 然后和民间很活跃 很机动化地去谈 做一些新的东西 我们和中间图书馆 其实有很多年的合作 譬如我自己教杂志 或者我读书的时候 去参加文学活动 其实我们都有经验 我发现图书馆不是没有心的 但是它的限制是比较大 如果你要做到一些 真的我们看着 不是说给一些中小学生去玩的 一些普通日常文学活动 而是说我们要做一个 对得着国际的水平 国际文化水平 国际文学水平的 一个文化的长区的话 关于文学的文化长区的话 其实是真的需要 西九一个新天新地的地方 我们重新去发展 发掘这件事 搞一个文学馆 要多大 和大体里面可以等些什么 你期望或者期待 有些什么人能来 就是浏览参观 你搞这个博物馆 要么是来看东西 或者来展览 搞表演的场地 很明显是来看表现 文学 大家来这里看书 和书有什么分别 如何搞 怎样搞 怎样组织 因为文学馆 我想是一个综合性的活动中心 当然叫做一个馆 实有展览的部分 就是一个馆床 首先 这个馆床就是去收藏 更加多的文学的文物 可能是首歌 或者作家一些相关的文品 这些会作一个展示 当然是希望用一些有创意的方式 不是很沉满的方式 这个展示 其实就变成了一个展览里面的 香港的文学故事 亦即是一个香港故事 形式 不过我估计 除了展览这些 只是去看的事物 其实文学馆 就是一个活动中心 这个活动中心里面 可以搞讲座 研讨会 当然亦都会做研究的工作 甚至是香港文学的整理出版的工作 甚至包含了一个翻译的中心 在里面去翻译香港文学 去推介给外国 令到香港文学 是一个国际上 都有一个认识 这样 所以 甚至有些跨媒体的 文学语 绘画 文学语 戏剧 其实历来都是一路 发生很多合作 或者跨媒体的关系 所以正正这一点 在西九就很有意思了 因为西九有很多其他的 艺术界别 而西九里面的一个 例如像M Plus那样的概念 都是想有一些跨界的东西 所以文学馆在西九 而同时和表演艺术 发生一些交流 和视角艺术 发生一些交流 这样才是 你的小座 有没有想过要多大 期待一个这样的馆 类似现在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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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现在的历史博物馆 纯粹想像 其实你要看到一盘数 我们开始召喚这个小组 今年好像五月左右 参加了民间西九联席会议 大家讨论过 接下来西九第二次轮咨询 要再开了 有什么新的gender呢 其中一点就是 其实是在场的其他 不是纯粹文学界 要有文学馆 而是其他文化界的人 都说有没有想过 西九可以有文学馆 即是一个 另一道的声音 呼唤起 然后我想 是的 为什么没有文学馆 如果说要有文学馆 那当然是文学界搞 然后开完会 晚上吃一顿饭的时候 就开始慢慢形成 其实来到现在 其实是两个月左右的事 是的 说回来 大家如果是市江倒流 大概是三四年前左右 那时候 我想是05年之后 曾荫权上台之后 接着找了 許事人做政务司 接着处理西九 接着推倒重来 去到06年左右 推倒重来 接着就做了两个 一个是咨询小组 一个是讲博物馆 就搞Bang Plus 一个是讲Performing Arts Issus 他们做了一份报告出来 就建议在西九里面 就有十几个长官 没错 后来政府就立法 接着拨钱 整个计算 是都以两个小组的藍本 做基础的 今时今日的西九董事局 其实他们都觉得 是以那个藍本做基础的 但那个藍本里面 可能过程里面 有提到文学馆这几个字都好 但是在最后的计算结果 那份报告书里面 是缺乏了文学馆这三个字 我觉得 那个问题是这样 是不是你们起步很迟 人家搞那四样东西的时候 你们那时候还在训练教 或者在做其他东西 一 人家在讲moving image 搞contemporary arts 搞这个contemporary arts 就是cut move 包括水墨 和普遍文化文化 还有四样东西 为什么那时候你们不已经起动 是不是现在已经很迟 现在再拥进去 是不是很困难 我觉得其实 现在看到的形势上 当然困难大家想象得到 每次我们接受访问 都会谈到这个困难 但是其实我们看回 如果我们现时的形势 其实又比我们想象中容易很多 就是关于持起步这个问题 我估计 因为文学界相对上 就是我们各自工作 如果可能在几年之前 就是几年之前 社会上文学的气氛 不是那么浓烈的话 我们都未必觉得 有足够民意去支撑 但是这几年 是真的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变 如果有多些时间 我会想慢慢讲这一点 或者过了这一节 我们之后一会回来再见